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新闻焦点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 习近平时隔三周首次公开亮相 迎接越共中央总书记 越南国家主席苏林的访华会谈 这次会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展现了中越两国之间的深厚友谊 和多方面的合作意向 习近平和苏林就政治、经济、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能源、农业、科技和南海问题等多个领域 进行了深入讨论 并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 此次会谈被世卫中越关系的重要里程碑 双方强调了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 和维护区域安全的重要性 大家想知道更多详情吗?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华登初上的北京人民大会堂 气氛肃穆而热烈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与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的高层会谈 徐徐展开 这次会谈不仅是两国关系的一次重要里程碑 更是两国高层互动的生动写照 习近平时隔三周首次公开亮相 显得精神抖擞、神采意义 引起了媒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 在央视新闻的独家直播中 欢迎苏林的仪式全程使用远镜头拍摄 这一细节被解读为 突出两国领导人的重要性和庄重性 也有人猜测这是出于安全和防疫的考虑 迎宾仪式隆重 习近平和苏林并肩走过红地毯 接受了仪仗队的检阅 两国国旗在微风中飘扬 场面庄严而隆重 习近平在致辞中表示 中越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 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 苏林则热切回应 指出越中两国的友谊远远流长 越南人民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 这一场景不仅展示了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也为即将展开的会谈奠定了友好基调 会谈中 习近平和苏林深入讨论了一系列重要议题 首先 双方重申了加强政治互信的重要性 表示将继续在国际事务中保持密切沟通与协调 其次 双方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 涵盖了基础设施建设 能源 农业和科技等多个领域 这些协议的签署 标志着中越两国在务实合作方面迈出了新的步伐 双方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也得到了进一步深化 习近平表示 一带一路倡议为中越两国的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希望双方能够在这一框架下实现互利共赢 苏林对此表示赞同 并表示越南将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南海问题也是此次会谈的重要议题之一 双方表示 将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争议 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习近平强调 中越两国应共同努力 推动南海问题的妥善解决 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 这次会谈不仅是中越两国关系的一次重要里程碑 也为未来的双边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习近平和苏林的会晤 展示了两国领导人对深化双边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 在另一场重磅报道中 今日华尔街的六度解析节目 深入剖析了这次会谈的背景和影响 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苏林举行会谈 他欢迎苏林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并再次祝贺他当选越共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表示 中方始终将越南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 并支持越南坚持越共领导 走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 同时习近平还强调了 两国在共建中越命运共同体方面的战略意义 这次会谈不仅是两国领导人之间的高层互动 更是中越两国在新时代背景下 深化合作的具体体现 明镜火拍的新闻焦点节目 也对此进行了详细报道 习近平在北京隆重接待了苏林 两国领导人强调了深化中越双边关系 特别是经济合作和区域安全的必要性 此次会谈被世卫中越关系的重要里程碑 双方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 涉及贸易 投资和科技创新等领域 这次访问不仅展示了两国之间的深厚友谊 还为未来的合作指明了方向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习近平和苏林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会场 这次会谈的气氛既庄重又友好 两国领导人都表达了对彼此的高度尊重和期待 习近平在致辞中提到 中越两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文化联系 双方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合作 共同应对全球挑战 苏林则表示 越南高度重视与中国的关系 愿在各个领域与中国展开更深入的合作 他特别提到 越南希望能借鉴中国在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方面的成功经验 推动越南的现代化进程 此次会谈的重点之一是经济合作 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协议 涵盖了贸易、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创新等多个领域 这些协议的签署 标志着中越经济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特别在新能源和环保技术方面的合作意向 将有助于两国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除了经济合作 区域安全也是此次会谈的重要议题 中越两国都位于东南亚地区 面临共同的安全挑战 双方同意加强在反恐、打击跨国犯罪和维护海上安全等方面的合作 习近平强调 中国愿与越南一道 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加安全的生活环境 在会谈结束后 习近平和苏林共同出席了欢迎晚宴 晚宴上,两国领导人再次强调了中越友谊的重要性 并表示将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向前发展 晚宴的气氛轻松愉快 两国领导人还互赠了具有象征意义的礼物 进一步加深了彼此的友谊 中越两国在经济、科技、区域安全等多个领域的合作 将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让我们期待中 越关系在未来能够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们下次再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与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的高层会谈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这次会谈不仅是习近平时隔三周首次公开亮相 而且通过央视新闻的独家直播欢迎苏林的仪式 全程使用远镜头拍摄 这一细节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习近平在会谈中表示 中越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 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 并重申的中方始终将越南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 支持越南、坚持越共领导 走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 苏林也表示 越中两国的友谊远远流长 越南人民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 并愿意在各个领域与中国展开更深入的合作 特别是在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方面 借鉴中国的成功经验 以推动越南的现代化进程 双方在会谈中签署了多项重要合作协议 这些协议涵盖了基础设施建设 能源、农业和科技等多个领域 标志着中越两国在务实合作方面迈出了新的步伐 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 习近平表示 希望双方能够在这一倡议下实现互利共赢 苏林对此表示赞同 并表示越南将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新台阶 会议还讨论了南海问题 双方表示 将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争议 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习近平强调 中越两国应共同努力 推动南海问题的妥善解决 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 在经济合作方面 双方签署了一系列 涵盖贸易、投资、基建和科技创新等领域的协议 特别是在新能源和环保技术方面的合作一项 这将有助于两国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此外 双方还同意加强 在反恐、打击跨国犯罪和维护海上安全等方面的合作 习近平在致辞中提到 中越两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文化联系 双方应该在这个基础上 进一步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 苏林则回应表示 越南高度重视与中国的关系 愿意在各个领域与中国展开更深入的合作 此次会谈 不仅是中越两国关系的一次重要里程碑 也为未来的双边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习近平和苏林的会晤 展示了两国领导人对深化双边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 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 中越关系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这次会谈和签署的协议标志着中越经济合作 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除了签署的协议 习近平和苏林还共同出席了欢迎晚宴 进一步加深了两国之间的友谊 展示了未来合作的广阔前景 晚宴上 两国领导人再次强调了中越友谊的重要性 并表示将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向前发展 晚宴的气氛轻松愉快 双方领导人互赠了具有象征意义的礼物 进一步加深了彼此的友谊 总的来说 这次会谈不仅展示了两国之间的深厚友谊 还为未来的合作指明了方向 中越两国在经济 科技和区域安全等多领域的合作 必将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福祉 让我们期待中越关系 在未来能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朋友们 习近平的这次会晤 简直就是地球上最重要的 国家元首之间的一次超级会谈 什么叫重磅 这就叫重磅 你看看 仪式庄重 远镜头拍摄 显得两国领导人高大上 精神饱满 这不仅是两国关系的象征 也是整个亚洲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保证 楚天书 你这可真够夸张的 远镜头拍摄是为了显得高大上 我看啊 更多是为了躲避细节 谁知道镜头拉近 会不会看到些什么不该看的东西呢 再说了 三周没露面 不少人还猜他是不是身体出什么问题 结果这次露面是为了打消疑虑 谢琪琪 你这也太阴谋论了吧 习近平不仅精神饱满 还在会谈中展示了极高的外交智慧 你看看 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 涵盖了基础设施建设 农业 能源和科技 简直是无所不包 难道这些具体成果 你也要质疑 这是实打实的合作呀 哎呦 楚天书 你说的好像每个协议都是黄金做的似的 别忘了 签协议容易 落实难 曾几何时 中越关系也不是没签过类似的协议 但最后落实的怎么样 再说了 南海问题这么敏感 双方真能通过对话解决 这倒是个天大的问号啊 谢琪琪 你这可就是典型的酸葡萄心理了 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 本来就是双赢的局面 越南参与其中 可以从中大大受益 你总不能否认 一带一路 已经为不少国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吧 历史上 丝绸之路可是促进了整个亚欧大陆的繁荣 这次的一带一路也不例外 楚天书 你这话倒是说得漂亮 但现实可没那么简单 一带一路项目虽然有成功的例子 但也有不少项目 因为债务问题成了烂尾工程 越南呢 未必就会完全照搬这些经验 别忘了 历史上也有不少国家 因为和中国走得太近 最终发现自己陷入了经济和政治的困境 这可不是我在瞎说 这是有前车之见的 川普会重返白宫 贺锦丽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总统 2024年世界第一大竞争 谁胜谁输 天下都会大变 美国导报 来自美国大事现场的信息 华盛顿 华尔街 硅谷 还是美国任何一个州 美国导报 YouTubeCon at American Briefing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